我認為貢獻社會有很多不同方式 例如在教育方面培養新一代的年輕人 亦可以投資一些義工服務 去服務不同社群 元朗青年商會和香港傑出學生聯會 舉辦傑出學生選舉 選出10名傑出學生 並在7月24日舉行頒獎禮 其中一名當選者 就到保良局董獄替中學的趙爾納 在文憑市考獲七科五星星成為超級狀元之後 再獲得結出學生榮譽 她和另外兩名結出學生有甚麼志願呢 自己一直以來可能對教育新一代是比較有興趣 所以也不排除可能是義務 幫不同的人補習 或者未來可能是考生教育界 現在一直都可能對一些房屋 或者貧窮問題都有關注 可能如果未來有些相關的活動可以參與 或者去舉辦提升相關的議題 或者回應他們的需要的話 都有機會去做 我的理想職業 其實是想做一個律師 就可以回饋社會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比較喜歡 語言類的文科 而且我也挺喜歡聽別人說話 以及去抒發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因為一個社會 是不可能會出現絕對公平 但是還是要繼續去維護 每一個人自己本身的權益 我覺得律師是接受了一些專業的培訓 或者上課 用他們的知識 就可以幫助犯有需要的人 我就想做一個救護員 因為我覺得 雖然醫生都是救急扶危 去拯救生命 但我覺得救護員 身為第一線的人 他們那種的勇敢 盡量拯救更多的生命 也都希望教育到大家 生命是脆弱的 所以珍惜眼前人 這些得獎者 除了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憧憬 和抱負之外 他們又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我就希望 其實無論是香港 還是任何國家都是一樣 總之都是希望可以早日擺脫貧窮 這樣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 Equal Education 還有他們都可以有 足夠的一些舒適的居住空間 不會再有劏房 或者不會再有一些歧視 例如種族歧視 社會在這一兩年 因為社會事件 或者是其他事 大家都分開兩邊 很多人都不可以做同一條路 但是正如我們香港人 應該有一個獅子山下精神 希望疫情過後 大家可以同舟共濟 關關難過 關關過